今年2016年7月27日晚上 一股热带气船在菲律宾门答那俄岛以东海面形成 7月30日,热带气船命名为尼坦Nida 为2016年太平洋台风季第四个被命名的热带气船 台风尼坦尚未形成及命名之前 已经引起世界各个气象部门以及传媒注意 因为世界气象权威之一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连续多日预测尼坦会以台风强度直撲珠岗口一带 有机会成为37年来习港的最强台风 但是美国全球预报系统 则预期这个风暴会朝向台湾或者台湾以东海域 再转向日本以南 部分国际气象预测 更曾预计这个风暴无法进一步发展 不会形成台风 多方预测的分歧之大实在相当罕见 不单只是路径或者风力大小 更是会否形成台风 8月1日 香港天文台发出3号台风讯号 警告稍后风力将显著增强 8月1日晚上 天文台悬挂本年首个8号风球 8月2日凌晨 台风尼坦一度增强为强台风级别 在凌晨3时35分在大鹏半岛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 达每小时151公里的巨峰程度 是近年正面登陆珠江三角洲的最强台风 广东沿岸狂风暴雨 浪花高达10米 以下是有关台风尼坦登陆的新闻报导 风暴离坦凌晨在深圳大鹏半岛登陆 风力达到14级 是近年正面登陆珠江三角洲的最强台风 原本和海面相隔超过一米的码头 几乎完全烟没 大浪不断冲击 防波堤碎裂成一块块的石板 离坦在凌晨3点半过后 登陆深圳大鹏半岛 中心附近风力达到14级 风暴加上天文大潮水位持续上涨 浪花高达10米 附近的惠州市惠东苑 就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 牵起6米高的大浪 在广州南沙区崩海公园 也都出现裘风大浪 海水淹没整条崩海大道 公园里面的旅游景区也要关闭 市区部分路面就有水浸 珠海的降雨量更高达到140毫米 海水暴漲这个海边观景平台几乎淹没 至于香港方面 尼坦的风暗最大的时候 超过100公里 较一般台风的30至60公里阔 从天文台雷达图所见 新界东北部的船湾和西贡 凌晨2时最先进入风暗 由于风暗开始登陆 受地形影响 风暗结构被破坏 越缩越小 变得狹长而不规则 至凌晨3时去 几乎整个新界东部和九龙都进入风暗 甚至港岛东都被风暗覆盖 8号风球悬挂历时16小时 成为至2009年以来 悬挂时间最长的8号风球 亦是至1997年 悬挂时间第四场的8号风球 8号风球期间 有彭甲被强风吹致松脱 摇摇欲坠 多个地区塔树 连根被拔起 塔树报告多达403中 风暴期间有12人受伤 航空交通亦造成大混乱 至少500班航机受影响 如千旅客制留香港国际机场 不少受影响旅客批评机场安排混乱 天花更出现流水 至于中国内地方面 台风尼坦示弱珠江口地区 8月2日 深圳当局同时发出最高级的台风红色 和暴雨红色霜红预警 成为当地史上首持 受风暴影响 广东省铁路交通受阻 数百班列车取消 多个主要机场发布航班延伍的红色预警 深圳站至广州站 广深线以及潮信动车全线停运 广州全市停工停产停货 凌晨4时40分 深圳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黄色预警 深圳供电线路发生30多次跳杂 如1.6万户受影响 广东省总计超过162万人供电受到影响 其中,今次台风出现以下奇妙的巧合 第一,今年8月1日台风尼坦吹集本港的时候 合考在37年前的同一日 1979年8月1日 超强台风河背吹集本港 天文台当年在同日先后悬挂1号 以及3号峰球 最终更改挂10号峰球 台风河背最终在香港造成12人死亡 260人受伤 18艘船隻发生撞船事件 期间,一艘希联注册10300吨级轮船 撞向一个大家耳熟能场 带着共同信息的地方天星码头 事件正正吻合上星期的主日信息 提及疏似巴厘道的进头 就是旧尖沙咀火车站 亦是天星码头 预表身负乘坐荣尿列车的终点 身负要登上天星的船隻 通往南面天空关乎众水的星座 就是水瓶座、波光座、蓝鱼座、 双鱼座、海怪座、海豚座等等 南方极处就是南船座 正正就是千古以来 水瓶新世纪所预示 身负的终极任务 第二,今年8月出习本港的台风尼坦 Nither,其名字的意思是声音voice 呼求call,狠求please 和祷告prayer 正好吻合神超然 带领水瓶新世纪的动势 透过石安剑播出石安新歌 让全新的音乐、新的声音 成为我们向神的呼求、狠求和祷告 第三,今次集广的台风尼坦 Nither,巧合感和2009年最强台风尼坦 Nither同名 约7年之前,2009年11月12日 一股热带性低气压在西北太平洋形成 命名为尼坦 在24小时内,由强烈热带风暴增强为5级超级台风 由台风眼出现至变得清晰温元 只需要3小时 当年超强台风尼坦 最终达到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287公里 在2009年12月3日消散 超强台风尼坦消散三日之后 即2009年12月6日 又和牧师按照计划率领2012小组 一年7日入住4794的帝景酒店 展开2012信息筹备营 筹备营完结之后 即2009年12月13日 随即就分享2012荣尧派望第一篇 当年第22号超强台风尼坦 是2009年的最后台风 是Tuff 正好对应希伯来文最后第22个字母Tuff 而超强台风尼坦的国际编号是0922 922正是今年派发白色第一代石安剑南麻耳机的数目 而9月22日也即是今年2016年第266日 代表孩子诞生的日子 到了这儿 既然2009年第22号 最后的Tuff台风名为尼坦 大家又有没有想过 2009年第1号Alef台风的名字是什么呢 当查看记载 这个台风就是阿吉拉·库吉拉 国际编号为0901 中国以及香港命名这个台风为银鱼 因为阿吉拉的名字由日本提供 意思是指银鱼座 银鱼座就是我们一直提及的海怪座 即是天马骑士应先座握住的宝剑 石安剑 对付的海怪Titans Titans这个名字 正是石安剑所采用 最重要的喇叭单元材料Ti Titanium 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台风银鱼的国际编号 9月1日 喜不正正就是日华牧师的生日 大家还记得2009年 神送给日华牧师的生日礼物吗 没错就是先知Bob Jones 神荣尿列车的预言 日华牧师正正是因着2009年这个预言 才展开了2012信息的研究 所以2009年第一个 阿里夫的台风银鱼座 他的国际编号901 原来早已预示今年2016年 天马骑士对付海怪银鱼座的屠龙事迹 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清楚知道 三星期之后 即是今年9月1日 就是日华牧师55岁生日 届时也是教会全面展开大量製造 第二代石安剑有线耳机 以及向屠龙行动的知音人免费派发的时候 以这种站声的传福音模式 屠龙行动、弱战以及全面开战 大人信主、经历神的同在 展开得性有得性的新理情 所以早在七年前 在2009年分享2012荣尿盼盼望第一篇的一年 神竟然超然地掌管大自然的台风 以阿里夫塔方式预示了发生在今年 水平新世纪的石安剑洞势 实在令人震惊 这种全然掌控大自然级素的印证 唯有神才能够做到 第四,今年8月1日 神超然掌管台风离坦习港的事件 異常地早已成为全世界的注目焦点 并且成为特兄姐妹必然密切关注的台风 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提示 因为台风离坦习港当日 超然吻合了石安教会策动的一次全新行动 约战前夕 正是当日下午 又为牧师率领一众策略家 正式为约战前夕揭开罪膜 为石安剑展开第一个洞世 阶段二的屠龙行动 约战前夕 以及全面开战 揭开得性之类的新一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1日xe especialmente非公開的意大致